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本职工作也没有值得去崇拜的 我个人觉得每一个棋手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个体 只是所从事的职业不同 作为棋手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借助自己的影响力 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 能够把象棋文化传播给更多的棋友 在这次之前我是跟刘老师教授过三盘棋 然后之前是输了两盘赢了一场 然后这次比赛之前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像刘老师学习一盘 这次可能比较侥幸获得胜利 从我自己的体会吧 我从队员觉得就是说 因为后面几个上场吧 然后后面上场 因为不知道大概几点上场 总会有一个焦虑在那里 就是比如说他们前面一个六点钟开始下的 有可能他六点半下完了 我就得马上就得提起精神来下 这个可能就是说要随时随地的准备好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 2016天天象棋 全国象棋男子甲鸡联赛的精彩队局 这盘棋是由广东碧桂园队的许国义老师 对阵金松 金松这位选手 唐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金松老师他应该是一个酒精沙场的一位老棋手了 他在这个 他应该和北京队的金波老师是同盟吗 还是 对 他是跟我们北京队的这个金波老师 金波大师他们是师兄弟的一个关系 他们同样的 都姓金 对 同样的是在这个赵庆格老师的这个 这那里学起的 对 而且他们这个有一度也是在那个奇谈啊 这个双金组合啊 这很厉害的 应该都是中局战斗力很强 对 都喜欢攻杀的 我个人理解啊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在这个 对杀这个局面下都是把控的非常的好的 尤其这盘棋呢 我们为大家讲解 也是让大家来来欣赏呢 他是如何这个后手呢 在这个绝地反击的 嗯 然后我们来先看 齐续再说 许国义特大师中炮 对 许国义大师大家也应该是很了解 他是广东籍的棋手 同时呢 他也是在 2014年的 第18届的亚洲锦标赛上呢 是帮助我们中国队拿到了亚洲团体赛冠军 是的 同时呢 也是荣升为我们的象棋特异大师这一个称号的 嗯 广东队也 他在广东队也算是一个 呃 连赛一个主力的一个队员啊 对 然后本次比赛呢 他其实下的也是 呃 非常的好的 但这盘棋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 落入到了这个 这个金松老师这么一个 擅长的一个领域了 所以我们来看实战 双方呢 是以中炮 这个 后不列炮 对 半途列炮的这么一个开局 然后黑方出狙 然后红方 狙一平二出狙 这时候 金老师呢 是选择了一个炮八金四 对 我以前有所耳闻啊 就是金松老师应该是很喜欢走半途列炮的 对 他不只喜欢走半途列炮 他还喜欢走这个大列手炮 就这个时候直接走个炮二平 直接炮二平 对 甚至有时候呢 就是红方啊 开局走炮二平 他也走一个炮二平 他对这个半途列炮也好 还是大列手炮也好 研究的比较深 对 研究非常深刻 看他的棋谱啊 就是这个后手 这个列炮的一个棋 盘盘棋基本是都是一个对杀精彩啊 对 就是我让我们看得很过瘾啊 有很多这个 赛场上 对 学习一些中局这个攻杀手段的一些招法 对 攻杀 攻杀教程 对 这次比赛呢 这个金松老师呢 他是沈阳级棋手 但是呢 他这次呢 是代表这个黑龙江队 黑龙江农村信用社队 然后本次呢 黑龙江队呢 发挥的也算是还不错 尤其是金松老师 我看他这个上场的次数啊 和这个上场 这个好像就是拿后路棋 居多一些 可能也是为了这个 培养黑龙江队的这个 后备力量 像黑龙江队这次 特意引进了这个 他们本土棋手 这个何伟宁小将啊 这次就是上场了 也是第一次打联赛 而且呢 下的也是很不错的 我看现在每个队都注重后背力量的一个培养 对 今年的联赛呢 我想大家如果多关注的话 能够看出来就是 像这个各个队啊 都有一些 十七八岁 这些年轻的小将 这个冒头 咱们京津冀是河北的 对 我们北京呢 跟河北呢 是今年是强强组合 组成了精益联队 我们队呢 也是有一位年轻也优秀的一个棋手 就是赵电宇大师 对 基本上现在席界 我们这个联赛啊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后背力量的培养啊 也是各个队 也都很有活力和升级 每个队呢 年轻的棋手都一层一层的出来了很多好手 对 金松老师呢 这次还是值后手棋较多 然后但是呢 他后手也丝毫不手软 我们来看看实战 他选择了炮八斤四 炮八斤四 这个后部列炮的 半途列炮的一个走法 攻兵 冰三斤一 然后再后部列炮 然后红方选择了 冰七斤一 两头蛇的一个走法 这就是比较常见的走法 对 除了冰七斤一 还可以直接马八斤九 而实战 我们来看实战 就是跳马 红方 马八斤九 对 也可以马八斤七 对 这个棋好像 就是马八斤七走的也比较多 我记得小时候 我就老下马八斤七 这个队居 是吗 黑方肯定也要出居 然后再出居 你居二斤四 居二斤四 我就跑八平九对居 对居 这肯定不要对啊 对掉这个两个马太收质了 居二平八 居二平八又过来 然后是居八斤六 居八斤六点进来 双方是各攻一翼啊 对 这个局面 那咱们他们实战 对实战呢 许特大呢是选择了 马八斤九的走法 然后黑方 出居 这个谱应该是很 双方都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今年这个联赛啊 黑龙江队跟广东碧桂园队 这个对阵的上半轮次的时候啊 这个金松老师 好像也出现过 对 他是对阵那个广东碧桂园队的 寻川老师 当时呢 他也是直黑下到这个局面 他走的变化呢 是居二进五 居二进五 对我们来这里给大家简单摆一下 许云川老师选择了滚编冰 吃掉 然后吃掉 然后选择泡舞队一 调形泡舞队一 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吃我编冰的话 这要有个向三进五飞鞠 以后 以后 炮 对有个向三进五 这个退下 对 向三进五 对这个炮八平七这部棋 还是挺厉害的 嗯 就是你虽然吃了我两个冰 但是你这个三七路马 比较太太不活了 对这个三路线是直接受到攻击了 嗯 这个炮八平七以后 这个不知道黑方该怎么解决啊 这个 哦 对 金大师应该和 寻川老师也下了这么一盘 对 当时 当时他是没有选择这个 吃兵 他选择了炮八平七 我们再多摆几 几步给大家来欣赏一下 那这个吉红方应该是飞向 对 然后黑方就居八 吃掉 对 然后锯 这个锯 锯 点一下 可能锁平了 这个锯 有锯八进九 所以吃掉 这个锯还是比较喜欢唐老师 对 然后 对 如果你吃掉的话呢 他可能 就是这时候你正好不能飞我锯了 对 飞锯底下有个闷 底下有个闷纱 对 飞掉我可能 我可以锯逃一步啊 退一步也好 这个我 反正我先吃一个实惠嘛 红方这个护住我这个三路线 这个炮八平七就走不了了 对 当然如果呢 按实战这个徐老师呢 是把锯飞掉 对 然后这时候顺势呢 这个锯八退伍 先退个足临 然后再炮八平七 对 炮八平七 因为你要先落相的话 黑方有可能 锯八平三 或者锯八平二 对 先拉住你 这时候我看那个 当时金松老师选择了马七退伍 先回一个卧行马 我先看你的态度 然后如果你落相 实战是落相 我再冰三斤 对 就这个局面呢 也是一个 我感觉是一个互缠的一个局面 当时这个 在这个联赛这个快节奏这个情况下 当时 这个盘队局啊 也是下的很精彩 对 很精彩很复杂 然后但是最终呢 双方也是一个激战成合 激战成合 但做了一个改动 没有走 G二金四了 对 就是这个 没有走 G二金 对 对在广东队的时候呢 他又选择了一个 G二金四的变化 对 这还是等于他这个各种变化 都非常熟知 熟知 对 而且突然走一步 G二金四 也是 就是不落入这个 红方这个 准备 对 许国义老师这个精心准备 因为其实每个队 每一盘棋下丸 都会自己去拆解研究 可能这次G二金五的变化 红方已经有了更好的应对 然后这样的话 金松大师也就避开了你的准备 对 而且这个 这盘棋也是 共杀很乱 红方肯定这个 炮八平七 这个对炮 对局 这个很自然的一个走法 黑方G二平八 就平八 黑方 其实我觉得这个后不列炮 它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尽快出动 我这个 又一大子 然后左翼把你封住 然后把子力 全部往红方的这个右翼来 来那个进攻 下部我这个炮八平七 就是摁住你这个 对 对 所以这个后不列炮 其实这个布局 就是上来 就是想要拼命的这么一个架势 就是看你红方 你到底是想要稳妥一些 你还是想要积极这个应战 就是说实际上呢 也是考量了这个双方啊 这个家庭作业 这一个 对 现在其实我们都得做家庭作业 对 其实这个棋谱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专业棋手呢 都知道这个棋谱后面的变化 但是具体到什么样子呢 就是什么一个复杂的局面 大家的摆棋啊 还是要有一定的深度的 所以这个局面 其实已经 我感觉已经很难掌握了 这个时候 红方选择性比较多 大家从眼光招来看 我这都可以有个 聚八禁六的走法啊 这个既然刚才 那个子仲你说了 跳正马有聚八禁六 那我这个五七炮阵型 是不是也有聚八禁六 对 聚八禁六的话 黑方可能也得炮八平七 对 然后红方聚二平一 对 红方这个时候 就是黑方这个时候 这个右一样 这个他甚至可以先举 把兵吃掉 这样退回去吗 退回去 然后再聚二平一 当然也是这个次举 重要的冲兵 然后有一个聚七禁二 这时候再冲兵 然后聚七平六 然后相看进一 这个肯定是闷弓 解决 然后红方 失漏镜五 然后黑方 聚八平二 聚八平二过来 这个聚肯定要调过来了 否则红方这个出将太厉害了 就这个走到这里呢 又是一路这个 双方都看不清楚的变化 黑方这个卧心马 肯定是一时半会跳不出来 但是这个 黑方就也有补偿 这个居足啊 这个对红方也有一定压力 所以我当时想说 我学习这排阶的时候在想 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 也是希望以后看哪位高手来下这个棋 可以下去你比赛下一趟 来学习一下 是 这个实战呢 我感觉许国义特大呢 他选择一路比较实惠的走法 他既然炮已经平到了七路 我就索性地把它打出去 他直接就打兵了 那黑方肯定 打兵黑方被迫性地要飞个边向 对 飞个边向 然后这个时候 黑方一直有潜在的 这个炮八平七的手段 红方在炮七平三 我觉得这个棋 如果说没有研究过的话 它的一个大思路应该是说 我先手打掉一个兵 被迫你飞向 然后还该我走 那我再打掉这个兵的时候 一方面是牵制你的底居底向 另一方面我把我的三路护住了 他应该是想我攻守兼备 同时又得到实惠 对 我觉得他的思路是正面要想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 金松大师后续的一些手段 和战略的准备 对 其实这个变化 我觉得也还不错 然后走的人呢 特意查了一下 也是还挺多的 然后这个我先吃俩兵 而且你这个 你这一串狙炮 你一系列的动作都被我化解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呢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应对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就是说黑方这个金松老师 他到底在这个红方 这个先得实惠的情况下 怎么去构思 对 构思 布局 大家也可以在这先考虑一下 然后我们稍事休息 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解 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这个时候呢 金松老师呢 他走了一步非常含蓄的走法 他实战呢 是选择一个失落近舞 这个棋我觉得 他也是先捕后自己的阵型 这样以后你就没有打像是先手带将的这么一个机会 对 然后以后呢 G8退1桌炮啊什么的 也是有自己一个考量在里面 这时候而且也是看红方是怎么一个进攻的态势 红方实战呢 就是我感觉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图 继续选择 G8进6 这个还是想要压制住黑方这个三路马 既然我这个三路炮压制住七路马 这边又已再继续压制 就感觉这个红方这个 就是好像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似的 这个三七兵很大呀 这黑方好像 我觉得就是局势如果你没有研究的话 仔细看的话 觉得红方优势蛮大的 对 实际不是 对 他进居的时候也不怕你跳马 这马三进4是不是 也不怕 他正好有个G8退1 对 先拉住 这个马四进五如果灯公足 他可以对掉 可以把G对掉 然后你G8进4吃掉 这时候 有一个 对 有一个边三进1 有一个边三进1 对 有个抢一步棋 你这个要是把我马灯掉的话呢 我正好炮打回来 又打着马 又吃着G 你正好不能吃 G8进7吃了 对 先打一将 先打炮一将 对 先炮 不然会有一个黄炮 对 这个大家要注意 不要像我写 先将一句 然后吃掉 然后再打回来 打回来 这个是有个得子的一个手段 这样子黑方好像很困难 你吃掉我 我打掉你 你吃我泡 我还吃着你的泡 红方得掉一个子 对 是这个一个局面 所以好像这个感觉黑 红方还是挺厉害的 对 G8进6是很直接的进攻手段 对 我就是不怕你马三进4 你一跳马 这好拉 那马三进2呢 好像也是不怕 它是否可以 我在想是否可以有一个 一拳二的一个手段 对 这样一拳二是 打开一个铁链 这样子的话 对 一拳二是不错 对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可以考虑 这个时候在G8进1 这样交换完的话 红方三机兵的优势 应该会能体现出来 因为这个马是不活的 你黑方即使双鞠 但是我的位置 还有我的子力配置 对 正好也不能对居 这个三兵正好能过去 对 所以感觉这个 就是红 黑方压力还是挺大 G8进6应该是 非常准确的一手 走完以后 当时就想 这个黑方压力还是挺大的 这个怎么有一个反击呢 就是我们还是来看看 金松老师 他是怎么把握这个局面 金老师是 对 他很强硬 这样去抓 对 直接去8进3 捉炮 这个炮好像也 也不能炮三退一 这马7进6给放上来 也只能这个打相 现在也不能压马交换 交换完了会把三兵杀出来 对 他这个实战也只能 也只能这个 打相 打相 对 你看这样 黑方16进5这部棋 就体现出来了 对 我先补一步 你打相就不是姜 就不是先手 对 然后这个时候 黑方继续在反击 走个炮8平7 然后终于成功了 实现了自己这一个压马 感觉你居这么过来 要走不出这部棋 会很不舒服 对 这个思路这个一定要给走出来 这个时候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红方也是很纠结 我觉得 一方面红方 现在我多了俩兵 多了一个像 我这个感觉我物质已经达到了顶峰了 如果能够简化的话 那就局面 对 换紫 我就很厉害了 但是一方面 黑方对红方这个七路线有一定的压迫 这个红方 我感觉这个许特大 他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也挺遗憾的 没有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他实战是走得过于凶狠了 过于强 他是给吃掉了 对 直接举二进五 如果回来应该是一路变化了 对 但是就是这个很乱 我们也是在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反复的拆解 也没能找出一个就是双方谁猎谁猎的这个局面 对 但是我当时想要是我这个多了这么多物质 我就先赶紧防守吧 我先举二平衣 第一个回事先躲一下 先躲一下 这个 便宜战的够多了 底线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戏黑方也有很多反击 比如这时候黑方跳马 对 你这个红方可能还得举八腿衣拉 或者是举八进衣 举八进衣 对 雕竹炮 雕竹炮你这个马就不能马四进六了 对 马四进六这一脚还是挺厉害的 对 交换完了以后直接下底鞠对鞠 对 你马四进六的话 我可能我也逼急了 我就冰三进衣冲一个算了 那我可能鞠点进来 鞠点进来 我再冰三进衣冲 再冲 这个就更乱了 对 再冲我不能踩你 踩你这么一个好马就被交换了 对 那肯定是鞠 退鞠桌 退鞠桌 对 效用最大 对 这时候我可能是不是考虑再冰三进衣吃掉 我现在炮打着你炮 你必须要管理这个 然后就把你吃掉 鞠八瓶七吃掉 对 那你再把我中炮吃了 对 你鞠八瓶七吃掉 我再 在鞠八瓶五吃中炮 就是我在想 说这个局面又是下成了一个什么棋 是什么马六进八 马六进七登掉 比较乱 对 又是一个比较乱的棋 所以说金松老师他选择后不列炮的开局 他的意图很明显 他就是说我上来就是我要有鸡鸡进去 我要跟你拼的这一个气势已经摆出来了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也很理解这个许特大 他这个鞠二进五吃鞠的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想鞠二平一可能慢一排 在对沙中慢一排 然后打一枪 但是 徐老师的想法肯定是不要示弱 对 但是如果我们从实战的效果来看 可能暂时的忍让 可能也能获得一定的这个反击的机会 他这样子呢 就是看着就是单击化炮 这样子对 相当于这边就完全开放了 对 这个棋就走到这儿 我觉得红方就是很难掌控这个局面 就是实战就是他也是选择了居八平七 就居八平七 要是能稳稳地取胜 这种稳稳地幸福当然是好的了 对 但这盘棋就双方又是刺刀拔出 对 要要见血见光了 主要就是黑方就是逼迫红方 做出抉择的时候 就是 这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黑方也是这边子就不要了 对 就直接抛弃品酒 我觉得就是这盘棋啊 就是充分体验了这个 沈阳级棋手这个 金松老师这个 犀利的一个杀棋的风格啊 对 这盘棋我觉得就是金那个许国义特大呀 他输了真的是也不是特别可惜 因为他已经落入到这个金松老师是最擅长的一个领域里 对 接下来呢 有备对无备了 对 也请大家呢 一块来欣赏这个金松老师 他是如何的这么一个把控这个局势啊 每步棋都犹如关子一样啊 做得非常精彩 这个时候红方就是 好像也 眼光也不能知识啊 对 知识的话 有一个仙姜 我看这个局势比较喜欢你的 好了 对 先将 对 有个将 然后这时候上将 然后呢 再局八退九 先手抓炮 对 这时候你正好不能局心 但他实际并不是抓炮 是打相 对 正好有一个打相 这个意图又打局 这个局八尽八又是杀棋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有一个过门的一个手段 这一个过门呢 黑红方好像是不太好办啊 对 这个打相 这个很尴尬 所以实战呢 就是我看这个 许国义特大啊 就也不管不顾了 我就吃你子了 他能不能初帅 他初帅呢 他可能是怕人家 居江两军以后啊 炮五平六 这个炮五平六太厉害了 对 这个马七金六你不好拦呀 下车变成了我居双炮马 在你的右翼 这一个沙发组合了 嗯 所以这个局呢 局面呢 我觉得 红方已经是 很难打握了啊 对 实战他也是不管不顾 我就强硬点 吃你个子 将军 这个不能电马 电马的话就打中兵 对 落势 落势 平一不拘 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对 这时候 金松老师这个平居啊 嗯 这个还是体现了 他这个杀法 这个杀杆 这个意识在这里啊 他这个 我也不着急抽炮 也不着急夺我的中炮啊 我就是从我这方面 把这个七路线给你杀通了 这个时候好像 红方 这个马也不能轻易跳出去啊 跳出来这个中兵 失手了 对 这个中兵一打也是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局面下 当时许国一特达他 我觉得他也是很下决心啊 其实已经骑虎难下了 对 但是他很下决心的这一点呢 是我觉得挺值得学习 就是他说 你既然走得好 你就来赢我 你走不好 我这是 我就是等待机会 等待战机 所以他就直接就 就吃 直接就那个 居七瓶舞 吃炮 我不管你 是怎么一个杀法了 对 他吃一张 然后知识 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 来剪一下瓶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黑方 不是 不是 虎方不是 黑方再将 将 然后再落势 这有一个杀法 再屈膝退死 黑方就连着将 就都抽掉了 对 顺利地把自己的 这个七路线给杀通 然后再将 又将 然后再落势 然后这个时候 黑方有一步 非常非常关键的走法 大家来学习一下 金松老师 这个大家 按我们的旗感来讲 这不正好 马七星六 一个登居吗 又登居又抽炮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走 这步棋 走完这步棋以后 一发现 可能就不好 黑方的优势 反而被化解了 有一个居五平二 把底线给护住了 对 正好你如果狙一对酒 吃我炮 我正好有一个 居二退七 回来 我正好顺利地 一个防守 黑方的攻势就这样子 被化解掉了 所以我们来看实战 金松老师 他走了一步好奇 也是没有走俗手 对 这步棋非常地惊艳 先把劲 这时候你就没有 居五平二了 居五平二把你居抽了 对 所以但是现在又要抽居 红方没办法 只能居五退一吃足 然后黑方这时候顺利 就是吃炮姜 吃炮 抽姜 然后你补个室 补个室 再姜 再姜回来 然后再落室 在这个局面下 又是一个考验黑方的 一个阶段了 就这个棋 我觉得我跟大家的想法 有时候会很一样 就想 这个叫好马八基 又是一个赛局先手 对 这个灯区是不是很妙啊 对 灯区你这个 这个局怎么逃 你看你乱跑一步 就一跳绝杀了 一步马六进七就绝杀 但实际 实际红方是 还是居五平 对 先手要杀 你要跳就给 僵死了 你马六进七跳住 我正好我 反而居二进三 我先僵死了 对 他没办法了 所以说呢 这个马八进七 也是 也不随手 千万一定要注意 实战呢 选择马八进七 对 这步棋太妙了 就是看着 把我局挡住了 但实际上 我这边 三子归边 你是没有办法 来防守 你居五平三行吗 是不行的 是吧 正好有一个 踩中炮 对 马踩中炮 马七进九 都是杀棋 有一个弃居 一个 然后将就马后炮 杀 一个马后炮的杀法 所以实战 红方也没办法 选择了一个居五平二 这时候再居五平二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黑方 有一个妙手 对 有一部马七进九 对 这时候正好是一个妙手 关键呢 是防止你 居二推六 这一点 对 被马看住了 下一步抽你居 你就跑不了 对 你居二进三江 我有一个退居反江 反解杀的一个旗 这个旗 好像红方这居 就没有地方可去了 对 这个一下子 反而就是局势 一下豁然开朗了 这个你居 你退哪里 我都抽你去 上将也不行 你居二进三将军也不行 所以说很没办法 所以许特达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也就欣然一笑 头子认负了 对 其实八个回合之前 这盘棋还看不到 几步之后就形成了 这样的一个速胜的局面 对 还是在错综复杂的纠缠 对 对啥棋几步之后 胜负就分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金松老师 这盘也是能充分 体现它这个下棋 杀棋的一个风格 同时它也提现它细腻 对 酸度深远 细致的一个深远的走法 很精彩的一盘棋 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好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